HELLO 大家好,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温尼泊 有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先点订阅 我开的频道主要是讲在加拿大的这种真实生活 也会分享很多生活上的干货、移民上的干货和留学上的干货 反正就是说所见所闻,分享给大家 现在我的位置是在离温尼泊市中心有40分钟的路程的一个省公园 我们叫它鸟山,就是Burst Hill 有在这边徒步的,有露营的,有带着孩子在这边玩的 感觉也有一个小湖 感觉这个还是挺好的 离市中心也不远 来这边玩一下 这期视频我主要是想给大家聊一下 最近有很多家长陪读,带着孩子过来留学的 陪读家长和孩子都会遇到哪些问题呢? 应该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 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说实话,带着孩子过来曼省留学的 一般都是为了来拿身份的 你要说单单孩子就是来这留学的 那还不如去安省和BC省 那边的教育资源更好,更优质吧 说一说,咱实话实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孩子留学陪,家长陪读的这些案例呢? 因为受疫情影响,很多大龄家长没办法在国内直接拿到学签 也没办法旅转学 因为加拿大的旅游签还没有全面开放 说一说,有很多想旅转学的没办法入境 很多人就想到这条路,以孩子留学为挑版 家长一方过来陪读转学签 这就是所谓的旅转学吧 其实现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什么陪读签 其实都是旅游签 在疫情之前,有很多都是旅转学 也是孩子先搬过来留学了 然后在这边陪读之后再转学签的 这个很多中介不会告诉你 只会告诉你们旅游签转学签是多么的简单 其实真正意义上 存旅游签入境的,转学签的非常非常少 那种孩子留学,家长陪读,再拿工签的这条路 这个家庭一定要具备什么条件呢? 因为想快速拿到身份 父母两方要都在加拿大 就即使一方拿到学签 给另一方在境内申请好配偶工签 再让配偶过来加拿大找工作 也必须得两个人搭配去走这条路的 要完完全全靠一个家长去留学 拿毕业工签再去移民 我欠大家还是省省吧 一般走旅转学的都是什么人 就是父母语言都不好的 要靠这个语言不好的去毕业 那是相当相当难 咱别说毕业了 就是说你进专业课都非常难了 现在慢走进专业课的要求 最低分数都要六分了 大多都是六点五分 你觉得你们考一个三四分 多久才能考到六点五分呢 所以说福西两方必须得同时在加拿大 因为加拿大慢省有一个好处 就是配偶工签可以作为祖身去拿身份的 所以说那个留学的那一方 即使你不毕业 等着配偶去提交省提名 提交联邦拿到身份 其实不用等着配偶去拿到身份 他的工签独立了之后 你都可以不用上学了 家长陪读转学签是百分之百成功的吗 这个不一定 因为加拿大每条路都有不成功的 没有说哪条路都是百分之百能成功 因为移民这条路涉及到的东西太多太多了 比如留学你的雅思成绩 你的资金证明 你的过往历史 各个方面都会影响你的学签 影响你之后拿身份 所以说同样的保障金 同样的雅思 有可能别人拿到学签 你就拿不到学签 有可能人家在这条路上成功了 你就是不能成功 因为里面社交的东西太多了 每个人都是个体 每个人的所经历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也会造就的结果也不一样 别听某些人就说 我听人家说 那个上学20万加比就可以了 我还听过留学一年 提交70万不同国的 所以说大家在借鉴的时候 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只可分析案例 不能全班造班的 其实大家都想了是旅转学 其实还有一条路 旅转工签 只是有很多人不了解这条路 也有很多人就是说没有听过这条路 旅游签转工签是在慢走吗 现在是可以的 只是说人走的比较少 其实就是说在境内做骨鲁担保了 在加拿大境内做骨鲁担保的话 第一个是花费比较低 在国内做一个骨鲁担保 动不动就是上百万了 在这边做一个骨鲁担保 我这样意思吧 我了解的在文尼伯做国内的骨鲁担保 七八万就能搞定 这个七八万就是加币了 你折上人民币也就四十来万左右 你要是在加拿大境内做骨鲁担保 就是旅游签转工签的这条路 连七八万都花不了 所以说不要只想着什么旅游签转学签 实在不想上学的 可以考虑考虑旅游签转工签 花费的话也不比那个旅转学贵不了多少 因为在旅转学这条路上 有很多人都是在上语言班 语言班的话 卖上还是比较便宜的 差不多一个月的花费是学费 就是一千多加币吧 花生成人民币的话就是六千多人民币 这是一个不小的开销 你们要想想 还有你们来这儿住房 还有你们来这儿吃和拉撒 还有雏形都要一比五 往上花钱的 所以说不管走哪条路 我就是目的就是越快越好 因为时间就是金钱 还有一个问题 大家问的我最多的就是说 因为孩子留学走的比较多 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就收那么多 国际留学生名额是有限的 都在抢什么南区的这些 叫南区教育局的这些学校 名额就那么多 你能抢得到就能抢得到 抢不到其实也没什么 我觉得像东南区西南区都可以考虑考虑 北区的话就是太远了 还有一个不是太安全 像东南区和西南区也可以考虑的 没有说必须必须 我也我得到什么南区 因为加拿大曼省 温尼泊 就是说有八个教育局 整个曼省有八个教育局 所以说这八个教育局的学校 你都可以任意选的 没有说死擦烂打的 就必须得在南区教育局 还有人问我最多的就是 家长一方过来陪读 有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孩子过来留学的花费的话 就是他的学费就是一万二三左右 假如父母一方旅转学成功了 这个家长呢 就是一年的学费也就一万五左右吧 孩子就是免费上学了 假如一方留学有没有时间照顾孩子 其实这边也有很多托管的 只要想办法肯定有办法解决 这边也有那种放了学 直接送到托管的 按小时收费就行了 也有很多那些培训班吧 那星期班也可以参加的 只要自己能克服得了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接下来再说一下花费吧 就是孩子一方留学 家长一方陪读的话 租一个就是大主卧得六七百加币 要是孩子到的话得租两间 两间的话就是一间房子 一个月五百来加币吧 地下室就更加便宜了 要是说整租地下室的话 也就九百到一千加币 生活费的话两个人的话得七八百加币 这个价格的话 我感觉到了已经 看看 没有这么近吧 到底能花多少钱 有关于车 其实旅游前之前是在加拿大可以学开车的 现在应该也可以 只要有个车就特别方便了 比如我们跑了四十来分钟 就是为了大家吃一个汉堡 吃一个冰淇淋 听说这个半月特别好吃 就是哈佛诺 有薯条 汉堡 有热 冰淇淋 来这儿呢 人看真不少 这个地方离文宁国将近一个小时吧 因为我们去鸟山 所以说我们又开了二十来分钟 到了这儿 点了两个汉堡 两个冰淇淋 一个薯条 花了三十多加币 感觉这西城还是蛮便宜的 这装修风格真的是一个网红大卡点 专门给你拍照的地方 这小想会画的真有那种feel 都是纯手工画上去的 这不是开四十分钟开一个小时去吃一个东西 一点都不夸张 不过吃下来的话也就那样了 反正就是来这儿玩一下吧 这个店的后院风景也蛮不错的 后面就是红河了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